先從星座來請教阿明達老師 哪些女人會捍衛自己的婚姻 不讓別人來破壞 好 我們趕快看看自己的星盤 我們女生可以從象徵愛情感情的金星 我的太陽以及我的思緒 想法的水星這幾個部分來觀察 哪些星座特質的女生呢 比較會捍衛自己的婚姻 第三名的是金牛座的女生 原因是因為我所擁有不容破壞 好 金牛座特質牆的人 他們很在意我擁有的東西 可能從小上學的時候 我喜歡坐這個座位 我就是固定要坐這裡 我不會去坐別的位置 我也不希望別人坐到我的位置 因為這是我的位置 一樣的進入婚姻之後呢 這是我的婚姻 所以他們會是很在意 自己所有的這個婚姻關係 任何小三或小四小五 要來侵犯的時候 他們絕對會是這種 很捍衛自己我有的這個東西的 那麼第二名呢 如果是落在牡羊座的人 原因是因為透過競爭彰顯自我 好 像盛美姐其實水星在 牡羊 牡羊座有一點這麼的特質 我們說牡羊座特質強的人 他們很喜歡去跟別人競爭 也許進入婚姻或一段穩定的關係 很多年 覺得旁邊這已經是個糟老頭了 但是哪一天 一旦覺得有第三者 對他有興趣的時候 馬上這個糟老頭越看越順眼 好 這個 欸 好像大叔也有大叔的魅力了 他們會覺得今天如果我能夠 真贏這個第三者 會代表我是有魅力 我是有本事的 所以他們不見得真的是愛這個對象 或者是愛這個婚姻 但是會覺得透過這種競爭關係 我可以凸顯我自己的特色 跟我厲害的地方 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們也會去好好的捍衛自己的婚姻 那麼第一名呢 如果是落在天蠍座的人 好 原因是因為 堅持所愛 絕不分享 我們說天蠍座特質強的人 往往會讓我們聯想到 這個歷史課本裡面 有這個張荀死守衰陽城的這個故事 講張荀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不熟悉 但是我們台灣很多民間信仰 會去祭拜這個張王爺 張千歲 或是南部有一些這個昂公 都是拜張荀 他被稱為是這個護國尊王之一 好 其實對天蠍座來說 我不是要護國 我是要捍衛我 保護我婚姻的王國 所以他們會有一種婚姻在人在 婚姻王人亡的這種必死的決心 好 所以呢 他們一旦投入這種婚姻感情之後 是不容小三來破壞 會是這種敵死抵抗的 好 這樣子 這幾個星座呢 比較會去這種捍衛自己的婚姻 那如果不在這個星座上面的呢 可能就會對於婚姻 產取一種比較豁達隨緣的態度了 好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隨便消去 我們要調整結界的 馬上 兒 嘗